用術素調味 加鹹加辣 帶給你原汁原味 Hello 大家好 我是Terry 今次就和大家講講星座 大家有沒有發現 可能要看星座的時候 每年都有星座運程 或者每個星座運程 你會發現星座的東西好像很不準 為何說一些不說一些 或是很迷回文學 不是很短 很短 星座安的東西 因為其實有一樣東西 大家可能不要太留意 很多師傅都沒有跟他說 其實星座真的看一個星座盤 你上面看一些雜誌 他們寫給全幕 是叫太陽星座 即是說你哪個月出生 其實你真的看一個星座 不只是看那個太陽月 即是那個太陽星座 即是月份 不過 如果你真的看整個星座 是看一個人 其實跟紫薇斗述差不多 他們有很多東西看 星座來說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 簡單來說很複雜 看星座除了看月份 即是太陽星座 然後你看到月亮星 然後它又再細分為 金星 土星 水星 木星 火星 然後你還要對上星星座 中天星座 下降星座 和天帝星 再加上天王 海王 美王 那麼多星座 譬如我是柱雷座 你只看柱雷座的話 其實是 它只是說月份 不會太準 你正確來說 人的柱雷座 整個人格 為什麼呢 它真的有更多顆星座 先解釋一下星座 那麼這方面 之後我們會錄一些節目 讓大家明白 太陽星座就是指出生的月份 即是指出生的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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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程度上 你可以說是 從心理學上 是指出本身的自我 即是你先天的性格 就是你的月份 然後到月亮 月亮就是前意識 或者是你一個情感的所需 因為是和太陽相對 對立的 然後到上星 上星星座 其實這個比較重要 是指出人 到你30歲之後 那個情況 那個星座的性格 會去表現 所以上星星座和太陽星座 是完全不同的 請問有些人說 我明明處理了 為什麼我的行動上 或者我做出來 我給別人的感覺 會像是其他星座的人 因為你要留意我上星星座 這個東西 還有 三十年多月大 月到三十歲 上星座更加明顯 而上星星座也代表了 你第一個 第一印象 第一個印象 就是我可不可以簡單說 十二乘二 其實有二十四個 十二乘是一百四十四 十二乘十四 不是十二乘十二 不是十二乘二 十二乘二 因為你要看 如果是太陽再加一加 你要看是不止十二個 不止兩 即是一百四十四 基本功是一百四十四個 即是乘回十二個 所以是一百四十四個不同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所以為什麼 外面很多師傅都不會教 他都不會跟你說 他要賺錢 這些 又繼續下去了 但是這樣說 如果你覺得不準的話 那你就不買 如果我覺得 我知道多一點的話 那我專門研究 我其實是什麼 可能會 答案會好一點 會答案會好一點 先說水星 水星星座 是代表智慧 亦是代表思考的類型 然後到火星 火星是代表個人行動力 以及對性的需求 對性出級 他這個某程度上是代表本我 在心理學上是代表本我 在心理學上是代表本我 因為譬如你肚子餓 你要吃東西 這個行動 這個需求 就是你的火星量 然後到金星 金星當然是說錢 同時金星也代表外情 因為是遺納師 還有魅力 財運的方面 氣質 然後到木星 木星是代表個人運氣 亦是說你的人生目標 你的行運的來源 你的抱負 以及你將來的職業道路的方向 會走哪幾個大路 然後到土星 土星來說是說你個人的弱點 或者你個人的責任心在哪 同時是說你壓力的來源 然後說你的宿命 然後下去是天王星 天王星是說你的行動的創造力 即是比較外向的 海王星是代表你思想的創造力 就是你想的那方面 天王就是說你的行動 你如何爆發你的行動 就是要做一個創造力 而海王就是說你的藝術那方面 或者思想上的創造力 那麼冥王星 冥王星就是說你的意志力 你的改變能力 或者你個人的潛能在哪個位 以及你的洞察力在哪裏 所以你也可以說是你的人生的轉捏點 你沒有了那個的話 基本上每個星座都有 每個人都有那個星座 而那星座強還是弱 就視乎你的人生的轉捏點去哪裏 然後到下降星 下降星其實是說你的外情關係 即是你的伴侶 你喜歡那個類型 即有些人是 我覺得長頭髮比較漂亮 有些人覺得我喜歡肥一點 有肉感 這是因為大家的下降星座不一樣 所以選擇伴侶的需求也不一樣 這個也會有影響 然後中天 中天星的話 其實是說人生最高的舞台 最高的頂點 以及你的人生所追求的目標 因為中天等同在地球 或者平面上面 那顆星在最頂的位置 即是人生最高峰的舞台上面 就是你面具下 也代表前意識 那麼 中天星即是天頂星 也代表你被人看到的 那麼天底就剛剛相反 你面具之下 你舞台下面之後 你個人的感覺會是怎樣 即是你真實的自我會在哪裏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再看星座 簡單一點來說 譬如說 我要看愛情 那愛情上面 你當然要看回這個金星 那同時你也對看回這個下降星 因為你要知道你的類型 然後再看你金星對 你覺得星座給你愛情的感覺 方向、觀慰是怎樣 那我有個問題 譬如說 我是似女座 我似女座下面還有十二個星 來看的 是的 去混合 是算混合時間 還是什麼 這個星座的位置 其實是要混合你出生的時間 那麼這件事 其實跟中國的七如四正是同一件事 即是同一個觀念 那它純粹的字面可能不同了 那用的方法是一樣 譬如說 它為什麼這樣說我的時間呢 它最重要的時間和地位置 這兩件事 原因是因為 譬如我在香港之後 八點鐘 我看到一個金星可能在我左邊 但問題是同一個時間 如果我在美國時候 那顆金星未必在我左邊 可能去了我下面 可能不知道去了哪裡 金星的星座不是那個位 可能去了另一個位 所以你同一個時間 在不同地方 同一個星座 就變成不同星座 所以出來的盤就不一樣了 但譬如這樣說 現在是星期四 我們這裡是晚上9點 如果香港 如果假設都是香港本地時間 星期四 晚上9點 那個星的位置是不同的 不同的了 就不同了 就算是時辰是一樣 日子是一樣 是的 就不同了 因為南北半球前後面 東西兩面 我這邊看到前面 其實後面 香港後面 是另一邊的星座 可能那顆星 那顆星 就是那顆星 那顆星 所以香港如果看星座 和在美國 那星期的星座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正如之前看日食 香港可能要幾點幾點鐘 才看到 或者某一天 但美國要另外一個時間 或者幾點鐘 因為星座 會跨過整個地球走 不過走過地大的時候 走一走 星座位就不同了 公位也不同了 即是我們不應該 拿著本香港的八卦雜誌 說這個星座 你只可以當作參考 你不要當作迷信 看下去 當然我們這些算命 或者明理上 不論星座也好 或者是八字 七正四月子 也好 都有包含的事情 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假設你香港出生 你現在身處美國 那美國方面 本身地點上的運程 各五行力量都會影響到你 因為你現在身處那個地方 那麼不多不少都會影響 那命館就變成先天上 給你一個條件 譬如你前面有什麼菜 有什麼材料 那這個就是你命盤出來了 然後你地方就是用什麼廚具去煮 那麼可能只有西餐廚具 或者是你用一個大鑊在這裡 那中國大鑊去炒這樣的菜 那就變成中式菜 那如果我在美國 雖然有中式材料 但是我還是只有西餐廚具 那我炒出來就變成西餐廚具 西餐廚具 所以兩樣東西共同並立 即是如果香港的那個時辰 同一天換轉是我同一天的時辰 的話 因為兩個環境不同 其實那個命盤也有機會不一樣 有機會不一樣 因為就是剛才說 你命盤是先天定了 香港的命盤 人生的流程故事在這裡 不過如果你轉到美國的時候 即是我把故事書拿到美國 那我可能故事書所走的角色 那條路線就不一樣 即是因為外景環境因素影響了你 可能會將這件事趨快了 或者可能會走另外一條路 可能會同一件事 但會將另外一個方向走 明白明白 今天就暫時到這裡 因為都是讓大家簡單地說一下星座的事 讓大家知道 原來看星座 不只是看太陽星座那麼簡單 至於下次會 盡量會找到更多資料 例如逐個星座解釋 或者是一個星座裏面 如果不同星體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情況 那這個到時 下次再跟大家說 好 等待會先 拜拜